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是大事 这样 咱们还是听听电视机前的观众 就这个问题 怎么说 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而且是视力 所以就基本上就觉得 可以让他坐在后边 基本上给他安排在那个 副驾驶的位置 绑上安全带 他自己坐前面 他自己就会进安全带 到了他坐后排这个 正驾驶的后边这个位置 我感觉是比较安全 对 儿童安全座椅 如果你坐在带着的话 觉得现在比较安全 对搜集到的观点可以汇总为 一 坐在后排座椅上 二 是用安全带 三 有大人抱着 四 儿童安全座椅 看来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这孩子的安全问题 确实让人操心 不过你说 咱们平常坐公共汽车 坐地铁 那孩子你让他扶好了 或者你干脆把他抱着 不就安全了吗 而且这小轿车 可比公共汽车安全多了吧 这话可不能这么讲 你想想咱们这个私家的小轿车 比这个公交车开的可快多了 你再想想这个问题 还有那么简单 而且现在这个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了 目前我国私家车 大约为2200万辆 因此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 就越来越重要了 据公安器官统计 我国每年有超过1.85万名 14岁以下的儿童 死于交通事 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 美国的2.6倍 这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意外伤亡的第二大原因 也次于义水 儿童的乘车问题 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你知道我小时就有一次 坐公共汽车 我就喜欢坐前边 因为看得远 小孩都喜欢 对吧 然后那个司机就一脚駕下车 我就从后边就 一下就冲到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坐车的话呢 一定得坐在后排 后排安全 嗯 你觉得坐后排安全 肯定啊 你觉得不对吗 来 看谁 我们的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中国汽车研究中心 汽车碰撞实验室 在这里 每天都要有车子来认证检测 及新车研发等的碰撞实验 自1999年开始 已经累计进行过多达1200多次的实车碰撞实验 这边是进步的标准 在汽车碰撞实验室内 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的副总工程师刘玉光 向我们介绍了汽车碰撞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由于进行的碰撞实验主要是检测新车的安全性能 因此 车内都要配有带有传感器的模拟假人 车速也选择了大多事故发生瞬间的每小时50千米 汽车碰撞前的圈形跑道为120米 5 4 3 2 1 开始 现在我们将看到通过高速摄像机拍摄到的汽车 在每小时50千米的时候发生的碰撞 这是坐在后台座椅上 无任何保护的孩子 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实验证明 坐在后台座椅上 无任何保护 不完整 这个孩子居然飞出去了 这前座都没挡住 我看这车速也不是很快 咱们平常开车可比这快多了 那孩子没有被固定住 对不对 这应该是承受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你是说给孩子系上安全带 对 就是安全带 保证安全 咱们看资料 1959年 乌尔沃工程师尼尔斯柏林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 它是由一条穿过胸前的带子 以及另一条环绕臀部两侧的带子组成 它们将司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这样一旦汽车发生碰撞 安全带会让身体在发生撞击事故中 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在三点式安全带发明之后的50年里 它挽救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 由于使用了安全带 当汽车发生碰撞时 所导致的死亡和受伤害的风险 也至少降低了50%以上 你看你这资料也证明了我的说法吧 这系安全带绝对是最安全的 所以咱们赶紧告诉这个课委观众 您要是带孩子乘车出门 一定要把这孩子系好安全带 你是说系上安全带 对 这系安全带对你是安全 可是对这孩子呢 孩子怎么了 孩子也一样呀 对孩子也一样 当然了 咱开始 下面这个实验是摸拟器车在时速每小时50千米的时候 所发生的碰撞 坐在车里既有安全带的孩子 在发生碰撞的瞬间 所产生的结果 由于安全带是按着成员的身高和体重来设计的 它并不适合儿童 如果乘车时给孩子直接系上成员的安全带 安全带不是从孩子的肩部穿过 而是从孩子的颈部穿过 一旦发生碰撞 安全带不但不能保护孩子的安全 有时甚至会成为让孩子致命的凶器 实验表明 儿童乘车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 并不安全 这系安全带都不安全 那系什么安全呀 你别急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提到了 妈妈 妈妈 对不对 你看那个 妈妈不都经常抱着小孩 坐在那车后边是吧 妈妈的怀抱永远都是最安全的呀 叩尾观众 我现在就告诉您 如果您带孩子乘车出门 您就一定要让这妈妈呀 等等等等 这事实啊 究竟怎么样呢 很多家长带孩子乘车时都喜欢抱着孩子 以为这样能够很好的保护孩子 那么怀抱孩子乘车真的安全吗 我们下面这个实验就是模拟汽车在每小时48千米的车速时所发生的碰撞 碰撞的最尖碎是一个七公斤正的孩子 产生275公斤向前冲击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没有力量抱住孩子 孩子就会像子弹一样 飞出去 实验表明儿童厂车有大人抱着 更是安全 这么多实验呢 都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 你看那对面明明有车 你就往上撞 你别忘了 我们是在路上 这路上的路况啊 可能比我们实验室实验的情况 更为复杂 2002年5月2日 一个三岁的孩子在玩耍中把头摔破了 母亲立即驾车赶往医院 此时天空下着大雨 路面很滑 孩子的姨妈抱着三岁的孩子坐在后排座椅上 孩子的母亲心结果了 车速也就越快越快 突然车子失去了控制 冲向了路边的福利带 划情十几米后 与营业急迟而来的 因为和客户相撞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后排座位上被姨妈抱在怀里 年轻三岁的孩子 由于受到猛烈的撞击 不幸遇难 而孩子的姨妈 只受了点轻伤 那这么一说既安全带不行 大人抱着也不行 那咱们就直接告诉人家 扣尾观众 您以后就索性别带孩子出门了 孩子只要坐车 那就是有危险 不能这么回答人问题 这就相当于说 当年福特兄弟发明这汽车 人本来是给人家带来方便的 你说这孩子不能坐车 这不合适 那你说怎么办 其实咱们既然要解答 咱们深圳去扣尾观众的问题 一定就会想出办法 来 跟我来 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 我们的模型都已经设计好了 这就是模型啊 对了 人家问孩子怎么坐车最安全 你整这么多鸡蛋是干什么 咱们就要靠这个来解决问题 你别忘了 当初这个安全带的设计者 就是通过这个模型 来完成整个设计 是吗 这个好比是一个成人 我们首先呢 不计安全带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威力 来 我们来看看 不计安全带的后果 完了 彻底碎了 好悲惨 太危险了 这就是不计安全带的后果 来 咱们接下来演示一个安全帮 计安全带 再会我们来看实验结果 通过这个实验呢 我们可以改变到 按摩法安全带来设计 哎 没碎 网考无所 没碎啊 但是人家问的是孩子吧 你拿个成人干嘛 别着急 这个鸡蛋看起来大了一点 这相当于成人 你再看这个 安全带啊 哇 汽车呢 还是以刚才的速度来行驶 哦 可怜的孩子 哦 这不行啊 小孩用成人的安全带 对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往这儿看 这就相当于儿童的安全座椅 儿童的安全座椅 嗯 那怎么 来 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使用了儿童安全座椅 孩子们就会像这样被固定着 你看 安全带成了一个外子形 好 还是我们刚才的速度 很显然 孩子 安然 安全带 安全带没有破碎 接下来 咱们让你看看 真正的实验 下面这个模拟实验 是将假人固定在儿童安全座椅上 实验所选应的假人 相当于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孩子 然后将固定好假人的儿童安全座椅 固定在车座的后排位置 时速设定为每小时五十千米 在汽车瞬间发生碰撞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被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 实验表明 带孩子乘车出行的时候 正确是用儿童安全座椅 可以使得儿童潜在车祸伤亡率 有效降低 百分之七十以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办法 咱们赶紧去买一个给咱们的扣尾 观众寄过去 别急 小气劲的 不就是一个座椅吗 我买 行了吧 这不是我小气 关键我是提醒 咱们观众要去买这东西的时候 你得带着你的孩子 他使用合适 而且还得正确使用 真正式的扣尾 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 开车带孩子出油时 孩子如何乘车才是最安全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最正确的答案 又配置一个适合孩子体重的儿童座椅 把这个儿童座椅通过安全带 或者是车辆上有儿童座椅的固定装置 把这个儿童座椅先固定在后排 最好是放在后排的中间位置 然后把小孩放置在儿童座椅上 再把儿童座椅上的安全带 跟小孩给固定住 耶稣住 刚才这个刘工程师已经告诉我们 带孩子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配备合适自己年龄段这个座椅 而且要把它安排在这个汽车的后排 这样才最安全 没错 在这儿也得再提醒您一下 买儿童安全座椅 一定要去正规的商店买 而且一定得带上你的孩子 让他坐在那上面试试 才能买到真正合适他的安全座椅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扣尾观众的精彩问题 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时刻准备着解答您身边的问题 在这里希望电视机前有更多的观众给我们提出有趣的问题 由我 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届时您就会发现 生活当中那点事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头发又称烦恼丝 感枯 坎坎坎 一段 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究竟如何才能拥有一头健康强硬的秀发呢 吹风机 染烫发 营养缺乏 调查员三次亲身体验 能否帮我们找到 头发一顿的原因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